是的 我觉得狮子狗其实没有必要搬了 对对对 看留给哪一边嘛 对 考虑一下阿卡丽 感觉还是阿卡丽值得上一下搬位 或者是九筒 全阿卡丽真的不能放吧 因为 哦 还是搬了落 那我觉得一抢阿卡丽呀 因为确实这个英雄胜率就是高 是 因为不仅是在我们本次LPL这个赛段 在之前的一个星火赛段 它的胜率也是非常高 在66% 先拿九筒作为一个摇摆位 同时它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选择 四线摇摆 阿卡丽如果放出来被选择的话 其实我们本次比赛 阿卡丽的这个胜率是不高的 只有30%多 其实我觉得这手拿奥拉夫挺好的 还是要先拿一下阿卡丽 这英雄他的数值还是高的 包括现在其实第二手 瑞文诺手 奥拉夫我觉得三选一吧 是 其实可以 还有卡莎 这个点其实出的挺早的 现在我们看到卡莎 近期配的比较多的辅助是露露 但露露不在的情况下 可能会在34的手 依旧是配一个软斧吧 是 不过卡莎可以说是零零gaming这一边 确实小安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 这边拿下了诺手 那要不要考虑一下把瑞文拿过来打野 打野不着急 是的 先拿吉克斯 吉克斯也是一个胜率很高的英雄 而且确实他在手游当中的手塔能力是别的英雄不具备的 没错 他会很好地阻止对方在中期进攻的一个节奏 来看LNG怎么应对吧 我觉得现在其实比较稳的就是出辅助出打野 也有可能说考虑一下方普拉斯有没有考虑一个双poke体系的可能 之前他们在比赛中是拿出来过的 这个炸弹人到底走他们的哪一路还不好说 方普拉斯曾经让他的炸弹人走过他的这个射手就是下路 打一个法盒嘛 我们看到LNG是先选下了角落 同时角落也是Ciria的一个招牌 他在之前的国际服角落是一直榜上有名排名第一的 是 今天也是终于给他亮了出来 对 之前是没有选择到角落嘛 布龙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昂哥所说的 是猜测对面有可能会拿双poke 我拿布龙去做一个盾 去做一个抵挡 哎哟 杰 那看来又是这个把这个炸弹人给到了下路 哎哟 那这把就是炸弹人九筒走下 剑击大概率是打野了 又是0711去做一个操刀 是 可能是觉得之前这个打野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前期没有能够掌握好优势 来看一下LNG最后一手吧 现在狐狸扳掉的情况 中单角落是选过了 是 他们现在缺了一个打野位置 打野适配性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觉得这套阵容如果要拿狮子狗的话 不是特别的好打 还是芒僧 这两边中确定这把我会比较看好LNG的阵容 对 因为方普拉有点拼了这套 容错率比较低 其实这几个英雄你像杰 像吉克斯 包括像剑击是打优势的 他们一旦陷入到烈士会进入到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需要长时间的发育时间 昨天我们就见证了这个涛博拿出来的这个杰嘛 那个杰就是前期被针对之后开局0-3 后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而对面像是这卡莎呀这一些点 一旦是出到了惊声之后 听到叮的一声杰基本上也是觉得束手无策 前期哪一边的这个节奏压力自己可以撑得住 一边是阿卡丽的压力 一边是杰的压力 是的 我们也是正式的进入到比赛画面当中 蓝色方方plus红色方LNG两边BO3的第一场对决 就后面不跟我是解说蛋糕和我是解说昂哥吗 感觉今天应该是个充满正式的开局是吧 主要是昂哥外大我觉得一般都不用解说 哎呦哎呦哎呦 但是这个开局中路并没有过来人去帮忙抢线啊 是的 那其实中路抢线的意义就是为了看一下打野的一个动向嘛 但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红开是很少见到打野拦开的 嗯 而且这局的布隆也没有像之前几天比赛中见到 比如说一级的时候就到中路去做事或者进野去插眼 嗯 之前很多队伍拿布隆会在一级选择去做一个入侵 因为布隆却一级他的那个寒冬之咬包括他的被动效果太好了 嗯 下路红色方也很稳啊 就基本上也是摸到了你 0711会从下路开我直接在三角草做一个试验 是 很难受啊 这两个丢技能的英雄 你看小岸的血线 就二级已经消耗过半了 对 而且基本上站的人站在塔下就可以摸到你 是的 同时这个塔下的灰雪果实是我们所有一个独特的机制 嗯 不过阿卡丽这个上线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先把自己的果实吃了 前期他跟这个诺手打对线是肯定不舒服的 嗯 这也没办法 其实阿卡丽现在就对线之后他消了那个一技能的一个能量嘛 嗯 就是放不了几个周历剑了 是的 哎呦好凶啊 但小安的这个血线 感觉再往后打两下回城了直接回了 是我觉得比较尴尬的一点 其实这把我觉得芒僧他最好配合的最好是中上 嗯 但是下路如果这么大劣势情况下他需要去保 先看中路吧 剑机上去直接找了一个Siri啊 现在直接交闪 看一下伦特的青剑刀减速到同时光盾也交 两边正常的拉开 嗯 主要是逼你回家一趟 其实刚才说到的芒僧不得不围绕下路 从这个河蟹就能够看得出来了 基本上他已经不往上路去争夺的一个想法了 嗯 主要是也没办法 这个下路如果是也在不控的话 这剑机来感觉那个血线都不用这么操作 是 很难受啊 其实如果说继续这样去滚一个前期的优势的话 上路先锋出来之后 一旦被FUNPLUS这边拿到先锋 对于剑机而言那就太舒服了 是的 而且其实在说到先锋嘛 在四分钟的时候 FUNPLUS是可以考虑去做一个换线的 嗯 就把极格斯九筒放到上路 是 这样也是保一手发育啊 保一手安全 嗯 Ziri啊在这个时间段双招全交 其实中路对线要小心一点了 是 哇 上路是直接无情铁手勾过来了 这拉过来我们看到两边上单都带的是迅捷步伐 嗯 其实对线的话 基本上如果稳住啊 不太会爆发1v1的单杀 是 哎 芒僧在蹲了 但是这个时间点就看法斗的嗅觉灵不灵敏啊 法斗应该不太会往前去走 主要是现在阿卡里没什么留人技能啊 看一下上去有霞阵一脚踢接踢回来了 这个血线感觉不太好走了 是 天一波可以直接挂 落手 光顿也交第二段表里沙缭乱 最后配合上平A是由阿卡丽先拔头筹 哦 这个人头给到阿卡丽舒服了呀 这个也是我们赛前去聊的点 就是阿卡丽他一定要打优势 对对 打优势之后他在中期他终结比赛能力才够 是 是 刚才蛋糕所说 其实芒僧最好是能够在这个上中的这个位置啊 去做一些帮助 人确实下落这个对线 嗯 就感觉就没有办法 你们先撑着 先撑着 先撑着吧 我补补塔刀就行了 嗯 来看一下吧 马上四分钟 先锋以及炼狱亚龙都要刷新 是 其实这两个龙对于两边优先级都很高 对 因为一边来说是对于炸弹人而言的话 拿到火龙肯定是比较有优势的 但是对于剑机而言 其实这个先锋对他意义很重大 嗯 感觉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剑机是非常灵气摇摇 对于这个先锋的渴望应该挺大的 是的 来看一下吧 蓝色方率先落位先锋处 同时也是卡了一下 LNG回程了一个timing 但整体的视野我们看到 两边在先锋处都有不空 嗯 哦 这边是先往外拉了一下 但一个人打肯定是太慢了 对 而且侧面的话 这里找到了一个九筒 就血量很低 冰川练系也交过了 想要先杀九筒 包固中炸一下 来看参加处理上 第一时间 齐克斯远处给到一个科学地火炮 但是在下路的同时 杰是完成了这脚越的一波单杀 随后正面战场赶紧拉开 是打了一波一换二 但是这一个先锋还是没有人去碰的 方普拉斯可以去接手 要强动吗 这个时间点其实两边大招都是交调的情况 对 卡莎是没有这个猎手本能可以进场的 这个先锋可能是要放了 是 给他方普拉斯拿到 那方普拉斯可以接手 这一波其实对方普拉斯来说还是舒服的 这很赚呀 杰在下路又成功做事了 是的 其实前期杰单杀角越有点没想到 应该是角越可能是不是扛塔了刚才 待会我们可以用回放来关注一下 但是杰前期能够拿到人头 这对大家来说是个利好消息 主要就是接下来小龙了 这个小龙如果再给到方普拉斯拿到 那其实LNG前期的节奏就非常非常的劣势了 是 也有可能说是这样这个先锋去给压力 然后再借机去动这个小龙 对 这个先锋我觉得两个用法吧 一方面给杰或者给0711去补一下发育 就是扩大一下优势 另一方面就是利用中路的兵线我再转小龙 是 但感觉对0711毕竟这一个小龙是拿在他手里的 他其实如果放了这个小龙之后 还是先来动这个 先动先动 这个时间内打龙的速度还可以 但是我们看到LNG在上路线是一个远线的优势 阿卡丽是能先到正面战场的 不敢硬打 LNG有人缘上的一个优势选择先动 打龙的速度还可以 接还在往正面去靠 布隆举断几个自信给大招能抢掉吗 龙是给到芒僧收下来看侧面战场 这里晕住了一个潮 潮肯定要先到了 同时阿卡丽选择挟阵的 侧面赶来的0711跟杰是没有办法进场 好 这里直接把压力给到中路 这个中路是 但是有炸弹人 其实手这个中线还是比较舒服的 是的 这也是炸弹人的一个优势嘛 确实他选出来之后 会拖慢对方在中期的一个进攻节奏 平气111这个位置有点拉当了 交闪现在又被拉了回来 侧面先找一个失言 失言进塔之后 Smash这个位置很危险呀 交下治疗术 损物没有标记上 但仅凭布隆一个人伤害 肯定是不够的 角悦这边也在往这里靠 好像是想追 Smash不太好走 而且王僧也在 这里二技能想走 但最后一季天音波是精准命中 这一波对方PLUS来说是有一点伤了 可能刚才是想去下路 感觉你这个塔皮也比较脆 可能想对这个先锋进行一下使用 但对方来的人很多 对 主要是刚才看到 下路外塔的血线比较低了 我觉得0711可能是考虑到 想推一下下路外塔 就那个走位确实有点危险 那这个真的是给LNG还了一大口气 这节奏全部打回来了 经济也实现了一个反超 看一下这个时间点 两边的一个装备情况 还有盲僧这一套 是很拼的一个选择 就是纯输出了 而诺手这边也是 掀出了一个自然之力 这样的一个出装 其实在我们这个 节奏赛中不是特别多近 先看这一波吧 这里直接给大招 有霞阵 看一下阿卡丽想操作的 杰利用影子回到原地 回答一下刚才就昂哥那个话 其实我觉得诺手 就刚才像我们所说的 方PLUS它需要有一个 经济上的倾斜 我作为野荷的话 我大概会把剑机 作为一个主飞 那我的诺手 就可能要偏一个 功能性的出装了 而且诺手感觉这个出装 有点针对阿卡丽 是的 不希望再给到他这个线上 这个单杀的人头和经济了 有点针对的 1-0-2的一个数据 还出双生暗影 这个诺手你就 你能不能把我阿卡丽 身份证号爆出来 这个双生暗影 就纯针对阿卡丽 是 你放下阵 我就开这个技能 因为感觉阿卡丽前期 确实1-0-2是 拿到一些优势了 天锋也是选择 直接慢放中路 慢放这个词 我第一次听到 是马老师说的 我偷的 这个位置 只有一个人过来守 如果是角跃 一个人守有点危险 但是同样也是一个人 人头是给到卡莎 而且中路的话 角跃的血线还可以 这里是刚好 利用小兵位了一下 有精神 哦 很细耶 Ciria 闪现上去 大招拉回来一个 看一下后续伤害够不够 这个大招基本是保密 是 只有试验 一个人也不太敢上 对方血量都比较好 其实阿那波他很细 角跃是利用自己的 一技能接三技能 利用小兵回到了塔下 然后再开晋升 规避掉了一个殖命伤 是 而这一波 也是直接让对方 释放完了技能 没有办法继续去 推这个中塔 是的 那两边的阵容 其实往后拖的话 说实话 还是方Plus压力会更大 首先你看现在 阿卡丽跟角跃已经补精神了 就接下来 我估计大概率 芒僧跟卡莎也是补精神 是啊 这肯定要出的吧 出完之后结 可能心里就有点难受了 是的 但是对方Plus来说 要真说后期 他们家还有一个 后期爸爸炸弹人啊 嗯 是 包括其实这两天的比赛 我们看到炸弹人 就有时候 可能比赛结果没有赢 但他的伤害打得很吧 对 好 这个位置 地狱火炮已经给了 清了一下兵线 诺舍这个装备 其实也就是打一个抗压了 很难受的 中路三技能给上控制 Ceria这把 其实也挺难受的 她是频繁在被对面找 是 对面很针对她 哎呦 上了 这要强上 到两边一个护袖 杰赶紧利用影子 回到原地 一技能命中 都是思学 但是其实杰在那个位置 是有一个视野优势的 下路法斗一丝鞋 闪现上前 人头是给到 芒僧收下 那剑基这个位置 也有点危险 知不知道 看到这个红buff都在被打了 对 她肯定知道的 接下来红刺坊 哎呦 这里抓了一个 蜡达的一个小安 小安先交屏障 布隆赶紧过来帮忙挡一下 最后也是交闪现 等队友就从大招炸空了 林桥血量很低 第一时间小安 再给艾卡吓的暴雨 但是电疆差一层 同时 是逼出了 九筒的扇轨式板甲 画面的另一侧 红刺坊 这条土龙已经收下了 哇 给到下路一定牵制之后 其余的两个人 马上动笼 其实感觉 李宁 Gaming这一个 效率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是的 而且这个土龙 其实拿下之后 炸弹人会很难受 对呀 对于他一个 Poke英雄来说 这个土龙本应该是我的 对 那五秒一个段 其实刚好 就是卡着炸弹人 那个CD 对 现在这个局面 就真的让LNG稳住了 就不仅是稳住了 这优势还在逐渐扩大 现在从一个对位经济上来说 落手我们就不说了 他本来这一局 就是打蓝领的 对 偏抗压 是 从这个有压力的一方来说 阿卡丽这个 还是比较不错的 小帽子加上一个巫妖 可能接下来 小面具加巫妖 接下来可能是 燕杯宝珠 或者大面具 大帽子要往上上了 甚至这把 其实阿卡丽觉得 如果后期压力大 他可以出那个 水晶反射镜 也缺 又是C-Rat 跟LNG稳的一个照面 冰川烈西 给的效果还可以 没有标记上 两边先拉开了 现在由于中塔 没有任何一方倒掉 所以说其实 还是打得比较谨慎的 对 这个中塔没倒 对于Fung Plus而言 也是一个好事吧 确实炸弹人的抽塔能力 再一次体现了出来 对 好 这个地方 两边都在相互的试探 排一下眼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Fung Plus最好是B站 就是不用着急去硬打了 就等一下剑机 炸弹人 以及这个 先看这一波吧 这里上去了 这个位置 法斗肯定是走不掉了 来看后续 表里沙撩乱 第二段随武标记上 但是这些血量也很低 不敢上了 阿卡丽现在 她的出装 还没有到最爆炸的时刻 而且对面 没有到收割的血线 主要是现在 不好限制这个阿卡丽 我们看两段 表里沙撩乱一放 就基本上血量都惨了 是 而且就是我觉得 这个时间点 Fung Plus要B站 因为伤害确实不够 对 看下来 但是Fung Plus 继续往后B站之后 他们家的结 取得的优势和这个作用 可能也要相对减弱 是的 就像我们其实 俩赛前聊的一样 先看这一波吧 这里无双挑战 发起之后 Cera原地拉大招 拉到两个 但是自己是一个 思学的状态 有精神 想要换一个 但是没有能够换到 对 换不掉 这剑机是一个 满状态 基本上 是 那接着刚才的话题 就是Fung Plus 往后拖 他们的阵容曲线度 是比较低的 对 尤其是像杰 这样的英雄 你往后拖 你大招给谁 对 要强越了 冰川烈西给到鸡飞 那这个中塔要没了 那这个中塔 倒完了之后 其实现在场上局势 倾斜到了LNG这里 是的 LNG现在选择很多 其实我三路 外塔都退掉的情况下 我可以不断地 利用我的视野优势 去运营这条大龙 对 而且盲森其实他的 这个对方的野区 也是给他解放了出来 是 对于Fung Plus而言 就反观嘛 一方面现在这个视野 确实要做好 否则对面可能会 打一个大龙 其次就是小龙的压力 有点大了 就如果接下来 水龙再给到LNG 那接下来的远古龙 就必须得争 没错 而且对于Fung Plus来说 他有一个单带的想法 但是对LNG这边的角跃 他出了纳石和水晶反射器之后 其实他单带的能力 也很强了 而且确实 角跃这个出装 比较偏稳 就是现在对面 他们的主要输出 就是杰加这个剑机 打角跃 没有想象中那么痛了 已经 这里是选择突抹了开 结局里也不知道 而且打得很快 扫描是看到了 看到了 极克斯先给大招 但这个大招给走了 打也不在 感觉龙石要被LNG收下了 来看后续 炸得还可以 结给大招 小安溜本能先飞上去 后续下场之后 震的拳有点低 零条要赶到这枚战场 副架被打得出来 这里月神降临 拉拉的效果还可以 诺手先倒 还能再追忙 现在也是一个私学的状态 这一波感觉方布拉斯要打赢了 零七一一二连 最后十年被刮上 我想挑战结束之后 朗安特新眼刀再给到减速 想拉扯 损舞标 就像一个私学的smash 还赶上吗 smash率先在后面放个影子 把这个残局留给极克斯 极克斯是一个接近满状态 最后还想换 但渐进一个破空斩 势如破竹 哇 方布拉斯这一波 是打回来了呀 感觉 主要是零七一一的 这一个位置 他在后续进场 给到压力很大 而且其实第一时间我们看到 卡莎被针对的有点惨了 他没有打得太多的伤害 其实卡莎这个装备是不错 在这回看一下 你看九种大招 加四个 这杰大招也给到卡莎 这时候本能上去 爆炸果实下来 其实第一时间 他的伤害是没有打全的 后续很明显 这个角约有的劣势 就体现出来了 这套装备虽然说势稳 但是伤害不够 是的 然后残局的处理上 就人数差了 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接了 阿卡莎这里也尽力了 实验很想去换 但灵奇奥奥很紧密 主要是smash跟灵奇奥奥 这两个人 他们太秀了 他是提前放好影子 我就故意中你的损 我把你骗过来 最后还是换了 看一下接下来之后 LNG想要拿一个双龙会 拿小龙扫描一开 全是视野 但现在还敢正面接他吗 其实在优势打输一波团战情况下 心理上是会有一个落差的 地狱火炮先交 脚越 月神冲刺 平传练习也用过 给到是一个比较偏防守的一个效果 红色帮全是残血 但smash全上也很残 天一波干回音机的一个效果 阿卡莎进场之后 自己也是一个残血的状态 第二段 表情杀劳乱 先回到队友身边 第七夕妖 老伦随心眼刀 规不掉地名伤 月神降临再拉两个 来看后续阿震还在绕 这一波小马的输出环境 还可以布隆也倒了 随后小安以及阿震 都是一个死血的状态 实验已经过来了 还能再追 小安最后一下电疆一出来 拿到一波DoubleQ 而正面战场 迎721 他算说有个蓝Buff 还想换走位 躲掉你的劳伦特新眼刀 破空斩过墙 来看最后一下 把损舞标题算上前 一技能 哇 哇 那这个时间点 直接打出一波Ace 这可以直接一波了吗 有机会 这个时间点真的有机会 复活最快的是一个结 八秒钟 但现在单凭他防守压力有点大 直接上来扛了 但是炮车太少了 只有一个还是算了 对 这一波最好的选择就是 推掉高地塔吧 兵线上取得一个优势 对 转身不控下视野 回家不及状态 那现在对LNG来说 已经是 感觉有点八二开了 差不多 我觉得但是对于 方普拉斯而言有机会 这个机会就在于远古龙上 对 看一下上一波的一个replay 其实第一时间 方普拉斯在拉扯端 打得非常漂亮 我们看到LNG整体血线 是没有那么健康的 但Smash先倒了 随后阿卡丽的剑场 也是牵制住了四个人 0711一直在后面 把远古龙打完了之后 才这个参与到正面的团战 他前面这个第一时间 没有能够去正面接团 还是选择先把远古龙给拿下来 是的 团局的处理上 其实也很细节呀 而且后续 其实对于卡莎的盯防不够吧 我是觉得 来看现在大龙 本场的第二条又要刷新了 这条龙觉得 将会是决定两边 本场最关键的一条龙了 对 决定性的一条龙 是的 红色方不断地拼一下中路的信号 但现在对于LNG而言 肯定是更有优势的 一方面经济拉开了 而另一方面 就是中路有拼线优势 对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经济一万的 经济差在时候当中 算是一个 比较绝对值的一个领先吧 现在在LNG这边 其实卡莎的整个装备 是非常成型的 主要是看接下来 他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输出环境 是 而且阿卡丽装备也不错呀 输出是真的非常舒服的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 王僧是有个TP的 他可能绕后 先看吧 一脚踢 踢的是谁 踢的是一个潮 潮开一个穿回是板甲 后续阿卡丽进场之后 有一个狭阵 用大招照的效果还可以 但正面战场 施赖是直接切入后排 布鲁马之血量很低 但后续 蓝色方也被阿卡丽 搅乱了阵型 侧面战场 他也是 劫是新处理掉的卡莎 同时 芒僧拿到剑技人头 已经无人可挡了 还能再追 这个残局处理上 第一时间是一个三打四 但我们看到 LNG整体的血线 也没有那么健康了 没错 两边其实现在 都不能够继续往前 而且主要输出位置 炸弹人这里还在 这其实很明确了 两边的刺客 互切后排 对 看谁能够先切准 我姐找你的塔莎 我的阿卡丽 找你的后排来了 这里迈出去 有个精神的 损舞标枪 一个法斗 法斗先交闪现过枪 同时血手的被动触发 同样这里伤害 根本挡不住 有个爆炸果 是能走吗 炸弹人走了 但是法斗走不掉 这一个地狱火炮 有些精准 压起身压到了 对 但是现在也仅剩 小马一个人了 而且他现在 大招用过了 我觉得 这个时间段 其实LNG是可以 尝试性打下大龙的 对 可以打 可以打 这个时间点 得往正面靠 不过0711 也已经复活了 手上捏着 惩戒的情况下 还是球纹比较好 接下来就是看 两条龙 同时在场的情况下 两边怎么去 做一个抉择吧 那肯定还是 远古龙比较香吧 是 主要现在远古龙 如果给到LNG拿下 LNG三条龙 在我们手中 其实远古龙 是只刷新一条的 同时 他的buff是永久存在的 会有一个真伤的 一个效果 已经开始都往下半步 去靠了 很精彩啊 第一场 打得非常的 胶着两边 没错 快有接近 20分钟的一个时间了 而且其实两边 操作细节 每个人都拉满了 现在0711 也已经挂上复活甲 两边的这个打野位置 都已经是 等于说装备全部拉满 精神加复活 就可能对于 方布拉萨 整体的装备 还是有点差 你要纵向对比到LNG的话 还是不太够看 对对 而且炸弹人 一开始出的是时光杖 也不是炉灯 是 哎呦 0711这个走位 区刚才有点危险的 感觉身上挂着复活吧 相对来是自信一点 嗯 他现在一个掉点 都可能会成为一个伏笔 包括我们看到 其实野区 方布拉萨的视野 是比较差的 容易被打一个包夹 两边都很谨慎 哇 这我已经开始 手心冒汗了 现在对于方布拉萨 而言其实 还是利用那个点吧 有炸弹人的一个破格属性 先把对方的血线压低 再去接正面团战 但这个前提就是 视野要做好 嗯 而且现在方布拉萨 一直被给兵线上的压力啊 哎 来了 LNG已经开始 动力他远古龙了 但是应该是有眼看到的 打龙的速度 这个时间点很快 而且是一个无伤 剑技下来早了 这个位置有些尴尬 不中平常练习 效果非常好 达到三个人 提克斯大招 只大招的角跃一个 来看残忌处理上 月神将领拉 拉到一个 可能要正面 先击火秒一个潮了 这时候本能直接飞 这个残忌军 方布拉萨 是没有办法接的 要一波了 这个位置 零千瑶起身之后 也没有太多办法了 只能打掉一个复活甲 角跃也已经带到了高地左右 对 角跃现在就是 我很急 我要结束比赛 是 不过他的装备 其实推塔很快的 主要这个时间点 其实都倒的情况下 也不太可能去翻盘了 是 那我们也是要恭喜LNG 在本场的BO3当中 率先拿下一场 恭喜LNG 其实这场我觉得 有点把后炮吧 我还是觉得 方布拉萨阵容选择上 太拼了 是 而且到了后期之后 明显在这个输出上面 和经济上 晚别 但还是要看一下 阿卡丽这个怎么说 阿卡丽主要上一把 确实在中后期 它终结比赛的能力 包括我们从团队当中看到 两段表里沙聊乱一棒 限制太大了 搬了还是搬了 而且那个表里沙聊乱 就算不收割 其实给到血线上的消耗也很大 对 那个AOE一旦打出来 其实当然就没有办法接了 看一下LNG最后一手吧 其实现在我觉得 呃 九桶加里奥洛全都在 包括瑞文 诺手也在外面 还是要搬落 嗯 之前 落也是方plus辅助的一个招牌英雄吧 对 不能放 我其实第一手 露露很明显的 就是要逼着你搬落 那这一拿 哦 不是拿着九桶 先拿到了诺手 诺手 但我觉得这把诺手不能抗压了 对对对 上一把抗压的效果有点差 就是现在我觉得上单抗压的选择 可能皇子跟盖伦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英雄 是的 而且如果这一把 假设说灵奇奥洛还要掏剑机的话 上路如果是个抗压路 那更是没有办法配合剑机 取得一个边路上的优势 嗯 这这九桶还要考虑吗 像九桶啊 加里奥 加里奥要拿 看一下怎么配吧 其实现在狮子狗在外面 我觉得可以直接选下来 嗯 一方面也算是一个 以选代班吧 是 抢一下你灵奇奥洛的英雄 而另一方面 狮子狗是一个比较好 在加里奥进场的英雄 但是LNG之前 拿了这个狮子狗和加里奥 打过没有打出很好的成绩 就是狮子狗 带加里奥进场之后 其实两个人 并不能站太长时间 就假设加里奥走中路 所以狮子狗如果打野 加里奥走斧 会相对好一点点 对 就是狮子狗 其实很难作为第一进场 对对 第二手拿九桶 但其实我个人 是不太喜欢 加里奥加九桶 出现在同一边的 我觉得伤害有点低 嗯 就这两个英雄 不管你怎么摇 哪怕是狮子狗打斧 还是加里奥打中 我都觉得伤害有点低 感觉这狮子狗 究竟怎么走 也看方普拉斯 打野拿的是谁 是的 得补大合 齐格斯 难道又是一样的阵容 方普拉斯之前也是 就是两把拿过 完全克隆的阵容 是 主要其实方普拉斯 你说他见机 也有赢的局 但是赢的局 基本上是一个大优势 嗯 是 或者是他最后 抢了远古龙 还是那个名场面 都在考虑 拿了布龙 布龙 哦 那拿了布龙 感觉他们还是很有可能 再掏剑机啊 嗯 来看一下LNG 在三四手 其实现在AD 我觉得卡莎 嗯 可以出了 是 卡莎 加里奥 或者卡莎 球桶 都是下路不错的 一个组合 都很舒服的 而且其实这把 下路如果 呃 不出意外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 吉格斯 加上一个布龙 嗯 那其实对线压力 没有那么大 对 卡莎出了 嗯 哎 今天瑞文 一直没有人拿啊 瑞文 哎 之前我在跟这个 蛋糕聊天的时候 蛋糕还说 瑞文也怎么渐渐地 跟青钢影一样 开始版本陷阱起来了呢 对 就是我们俩在休息室来聊 就昨天的比赛 瑞文出场六次 只赢了一局 但瑞文现在还是 出场最高的英雄 但是今天这两波 感觉都有自己 成熟的体系吧 没错 瑞文在我们本次赛段的 BP率拿到了94% 是 但是其他的胜率 仅有一局没出 对对对 还是继续拿到了一个盲森 嗯 跟上一波 可能双C的位置 哇 果然双C不变 那我觉得就 一不做二不休 剑机掏了吧 那可能剑机 而且还有一个布龙 其实比上一局 相对来说会舒服一点的 就是多了点反手的能力吗 对对 让剑机打团会舒服一点 嗯 那我觉得就脚跃呗 就也别变了 嗯 我觉得九筒打上单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真的要补后期大和 否则伤害真的不够 对 而且这个九筒走上路的话 我感觉还不能完全出肉 不然不太好做事 是 主要是九筒面对 诺手出肉的话 容易有点让他叠血路了 嗯 就勾过来就直接刷起来了 还有盖伦 就经典抗压 哇 那这个谁去走中呢 加里奥和九筒是都可以的 但是之前Siriya 是玩加里奥走中的 对 加里奥 也是Siriya之前用的 比较好的一个英雄吧 对的 配合上打野去找一些节奏 这把我又看好LNG了 这把但我觉得FUNPLUS 这把我可以看好 我觉得这一把的这个阵容 哪怕是只换了一个辅助 其实0711的 团战作战的环境 会舒服一些 确实我觉得 王哥说的 就是0711 我们从上一局比赛看到 他的细节 他的英雄操作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个英雄受限 他在我们这个赛段 登场率比较高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一 他是打肉块 嗯 他是可以先出破败 同时他升级完 艾卡西亚的暴雨之后 他在四分钟左右 那波团战作战能力很强 对 大家好 我是解说蛋糕 大家好 我是解说王哥 来了 正式起来了 我怕你cue我 但是不一样的是 这一波中路 都是过来帮忙了 而且我们看到 LNG是有一个主动换线的 嗯 这里换线的话 就是盖伦去做极致的抗压 是 这一波其实盖伦的命运 已经很清楚了 对 而且盖伦他很聪明 他是先往上 假装走了一下 嗯 让你就是有一个烟雾弹 对 让你也是 这个往旁边去靠 是的 哎呦 这个上单在中路战的时间够久的 但这样其实对于盖伦是赚的 因为他相当于弄手而言 他不太吃装备 是 我亏一波兵和你 这个弄手亏一波兵 他能一样吗 是 而且之前其实我们看到 很多 呃 这个双人路战中 帮抢线 哎呦 先看这一波吧 就直接交闪了 很稳 看这个位置 哦 天跳炸弹炸了一下 毁了一口血 想强越 想强越 现在 但是如果这波越的不好的话 有点浪费时间了 是 包括果实也已经吃到了 两边是一个镜像的一个 准备啊 但是对于邦普拉斯来说 他们的这个上路一塔 是没有人过去的 直接刚刚过去靠 主要是现在换塔的话 其实对于蓝色 先看这一波吧 盖伦几乎是一个 撕血的状态了 交屏障 定向包裹炸一下 治疗术强行帮抄 顶下血线 见机先拔头筹 同时上路 看一下 这里是盲僧拿到了 懦守的人头 哇 但见机这一波是 前期要打一个绝对优势 不但要拿一血 还要拿一血塔吗 对 其实这样换塔 对方帕伦是转的 是 方帕伦血转 是 上塔他会有一个机制 他会比较难推 对 这个地方还想强越 阿震也已经过来帮忙了 问题不大 闪现逼闪 盲僧也到了 smash应该是走不掉了 但与此同时下路的外塔 已经告破 同样盖伦的位置 依旧很危险 看一下想走 有红buff黏住了 这个减速很关键 交闪现补伤害 这里艾尼再打一下 人头是给到了剑机 那这个0711开局 2-0-0 2600的经济 直接揣进口袋了 这个超好气啊 他交闪现 想补最后一下伤害 但就差一点点 就差一丝丝 这个开局也太凶了吧 4-0-0 开局all in 就这个剑机 这把就纯当合了 是 但这把两边 去打得有些着急了 就是平凡地想要 扩大优势 导致 其实他们在很多 点的处理上 没有那么细节吧 而且这一局的炸弹人 直接就是 还是给到了中路 你看他现在 一直还是在中路做事 对的 其实我觉得这把 剑机做得好的点是 他是抓到了 芒僧这个英雄的一个特性 去打了一个压制 就是一般 在2分30秒 是打野到5的一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是 打野去选择 做第一波事情的时候 但这波 我OK 我枪心去换你的下塔 换你的人 先开上波的一个replay 这里是上路那一波 诺手是交闪 交路外圈瓜 后续这个人数差 交治疗 其实像跟下路月塔 一个如法炮制吧 是的 就这个人数差 没有办法去操作的 这同样也是盖伦那边 最细的是炸弹人 就是潮已经把这个 扛塔的极限 就真的是扛到极限 不能再多扛一下 最后的黑血了 好 刚才那边 我聊完一个点 就是剑机很聪明的点 就是我打乱了 你盲僧干个的节奏 而我剑机其实本身 我也很清楚 我这个英雄的劣势 就是跟线上的配合图 可能不够 那我就直接换线 去打这个速推 没错 这个速推 其实我对于这个剑机 打野的这个整体的阵容来说 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但是现在的两个资源 都还没有刷新 哇 上路还要再包一次吗 这样的话 其实杰也很难受的 顺于隐杀阵先给 就从大招炸的效果 还可以有一个虚弱 杰也利用影子先回到原地 同时是利用了冰川猎 阻止了LNG的继续进攻 还想再追 0711是带有双buff的 好 再等下一个寒冬至少 但是小兵是上来 天鹰波和音机挂中 一脚踢踢两个 是不敢再上了 两边其实状态都很一般 包括其实大招也交了 但是这个大招和状态 甚至双招 有一些交完了之后 待会儿的龙团该怎么说呢 资源团怎么说 主要是两边都交了 是啊 都交了 都等呗 都等着 但是对于剑技来说 这个先锋 对于0711来说 这个先锋 他应该不想放给别人的 现在0711优势太大了 他一定要想办法 把夜区的优势 转化为圣石 是 三项之力摸出来的剑技 四分钟 三项 我的天呀 太舒服了 这个节奏 但是对面芒僧也不差呀 你也是2-0 我也是2-0 我也摸出我幽梦了 但感觉还是剑技的 这个三项对他来说的 这个增益更大一些 是 但是现在就是 就是当有优势的剑技 再去往后去拖的话 他的曲线度就不一样了 对 就烈势剑技曲线度很低 优势剑技曲线度很高 是 就感觉方普拉斯 在做一个风险对冲 你知道吗 朝这个位置 开起来扫描 往后退了一下 这里有点吃视野亏 但是看到方普拉斯 整体的走位是比较稳健的 同时我们小地图上看到 红色方是先动这条先锋 而且落手录视野了 知道你落手是在下路的 哎呦 现在其实有抢的可能性 极客斯大招炸到三个人 效果还可以 后续先找个林七一一 林七一一一技能 破空斩 拉开一下位置 无上挑战再挂 布龙冰川猎息 大到了四个人 这个位置非常好 看一下先锋血量也很低了 但是这个位置 我觉得红色方要撤了 林七一一拿下 是的 随后法斗赶到这边战场 爆炸果实过来 全是残鞋 闪现外圈关 能斩起来吗 石岩插一丝血 收两个人先往后撤 但是这个地方感觉 还是想包呀 方plus很果断 他们直接把先锋 就是也不跟你多说 我就放中路 最大化的扩大 我在这个时间段的 一个经济收益 是的 而且又有一个炸弹人 本来推他就很舒服 而且上路法斗 也把这三个人砍了 足够久的一个时间 拖延了你回城的一个速度 回城之后感觉上路一塔 也能起码摸一个皮 这里还能直接再动笼 方plus大节奏了 这一波其实我觉得 LNG有点被一开始 方plus那个小设计打乱了 对 但这谁想得到吗 我一开始直接断你 这个二塔前面的兵线 是的 就是这个是方plus 林肖腰拿出来 剑击唯一一场 这样去运营的比赛 但我觉得这对于 剑击打野来说 就应该如此 是的 就可能是我们两下 都会觉得 它是一个最优解 但同样 这个是一个很拼的选择 就是如果 没有换成功的话 也很挺伤的 继续要拿捏住 这个拿到的优势 看一下接下来 我们去扩大优势吧 而且这一把 其实对方plus 也很舒服了 像杰 极格斯 剑击这种打顺风的英雄 就接下来就是分带 一三一 不断地分带 扩大边线优势 扩大我个人英雄的一个优势 而且盖伦这里 要被找麻烦 布隆 剑击也去了 盖伦只能走了 真的难受 只能走了 这个塔也不能要了 而且现在盖伦的出装 就是真的是无奈之选 先补一个伤毁式板甲 补一个核心背心 是的 这个背心针对一下剑击 但是剑击 基本上是带着人来的 我都不跟你一对一了 下路 极格斯大招直接倾线 那LNG剑撞 上来之后 杜朗护盾嘲讽住一个诺手 侧美战场 用大招炸回来 现在展现同地有虚弱 而侧翼 朝先给一个冰川猎袭 大招展下来 杜朗先倒了 后续还能再追 盲森一脚踢两个 有治疗术 后续想拉开了 但是剑击和杰 这个位置也包过来了 包括阿震这个走位 有点危险的 杰跟盲森刚好打了一个照面 顺于引下阵 先给伤害 够不够 天音波挂三郎想走 下三郎一条 真的 下三郎一条 哇 我的天啊 什么鬼 对 你们在这干嘛 最后这个点燃 也是交到了 这个盲森的身上 直接带走了 七分钟 六杠二的一个人头差 现在其实这个经济 拉得也挺大的 六千多的经济了 主要是LNG 其实他们整套阵容 唯一的翻盘点 也是唯一的一个盒吧 就是卡莎 是 但很明显 现在卡莎就 伤害明显不够 而且没有这个机会 对 而且你起码得等三件套 对 另外一个比较尴尬的 就是现在杰很肥 我的卡莎 需要先补一个金身 我的金身会拖慢我 出三件套的一个速度 没错 很关键 这一波打完之后 现在对于LNG 外塔全破 中路二塔都已经残血了 基本只能退守着打了 要稍微拖一拖 对于他们而言 现在正面也不好接驾 装备情况 卡莎这个经济五千七 你看对比到对方的一个 四合阵容 就真的不够看 是 而且仅有两个助攻 是 而且就很尴尬 就他现在这个鞋 也是一个草鞋 他现在是刚升级完 自己的一个一技能 就现在接下来 三技能升不升 还是说我直接转一个精身 其实现在他一般来说 被这个中路和下路双保 就是说加里奥 其实也是可以保他的 我个人感觉 还是先增加一下 自己的伤害再说 加里奥保他的话 就其实整个阵容 会打得比较被动了 是 就是可能他没有办法 跟盲僧去做一个主动进场 需要等对方主动出击 我打一个二技能多朗护盾 再打一个冲拳给一段击飞 但是对面很难去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现在对面不停在找节奏 上路 上路这个地方 诺手 但是法斗现在 他也很肥啊 三杠一杠零 打到这个位置 朝阵主灵西遥妖 灵西遥妖 劳伦特的新眼刀 规避下致命伤 同时看到侧面战场 阿震以及小安都在往正面去靠 天音波命中 但是不敢踢上前 原来刚才诺手 是打了一个小千只啊 吸引了两三个人过去 之后把卡莎吸引走了 中路直接推 这里下路的二塔也告破天哪 而且很关键 这大龙小龙都要刷了 现在这个局面 对于LNG而言就真的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是的 就是乌漏漏在现在状态太差 连夜雨在于中立资源这个团 就感觉备货得接 是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 LNG三个人都来到了上路 那这样对于剑技来说 直接摸龙就可以了 是 就其实现在我觉得对于方普大斯而言 接下来就我先小龙一拿 紧接着我中上两路有兵线优势 我就不断着 不断地围绕大龙buff去跟你做运营 是的 就逼你来打正面他 你不打你又没有机会 你打也打不过 对 而且这个时间段 就是像杰 无论说配合剑技 还是配合极克斯 他的击杀效率很好 是的 杰这里出装 也是把这个塞拉尔达的怨恨 留人的这个刀也给出了出来 这也是现在一个 比较主流的出装思路吧 LNG双C 赶紧补精神 双双补刀 而且破败 卡莎破败也已经成型了 有一点机会 其实对于LNG来说 依然机会还是在的 嗯 但现在对于LNG而言 需要一波大节奏 就是我得打一波 差不多一换五的这种团战吧 然后拿大龙 可能整个局面会稍微稳定一点 看有没有抓到小团的机会吧 而且就像我们刚才 就两局比赛赛前都在说 方布拉斯一旦成型 他们打分带 LNG是很难去处理的 是的 就现在这个杰 就对于红色方言 真的是疲于防守 而且这边分带是 给到了杰和诺手这两边 嗯 这个时候就根本不怕 就C在眼前也不怕 我知道你是个中单的加利奥 中单加利奥 确实又先出了时光杖 伤害真不够 没什么伤害 来了 想打视野叉 看一下 很稳健 天鹰波找到了潮的位置 哎 但是不如抹着 这个位置可能有点危险了 无双塔战直接挂 看一下卡下的暴雨 先给布隆毙 练习效果依旧非常好 全是残血 加掉落地 保一下队友断了 混沌再接嘲讽 但是伤害不够啊 战场一分为二 smash先交大招回到原点 正面战场 现在还是有个金身的 金身接住 先交闪现 但食言这个位置 应该是走不掉了 最后是由剑机 收掉他人头 已经视如破竹 是 LNG这里全部残血 必须要回去补给一下 那这个上路 是直接可以带掉二塔的呀 说现在 就对于方普拉撒言 就最简单的运营嘛 我就围绕大龙 去做埋伏也好 或者说兵打团也好 那对于LNG 可能好的点是 离加近一点 我反场的速度快一点吧 你这个说的好凄惨啊 确实没办法 就方向刚才那一波 其实LNG是想去做视野的 但是你要一旦 把视野往深地做 你就必须得走到那个位置 对 LNG现在也知道 大龙可能是 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开始再往这里 做一些布局 但我会觉得现在可能 对于这个大龙Buff而言 尽可能拼成吧 对 就是拼成的话 如果抢到了 皆大欢喜 如果抢不到了 那也就想一想 下一把的BP 但是对于盲森 现在的一个装备来说 对位输了5000经济 紧紧做出一个黑切 进去之后很有可能就 融化得很快 对 另外一个比较难是 他经验现在落后 建计一个等级 他惩戒的效果 没有建计好 是 也可以考虑说 这个大龙除了拼成以外 不做考虑 等到他们去多路带 比如说上中一起带 或者中下一起带的话 看卡莎有没有可能 打一个奇迹小团 这得多奇迹 这得多奇迹 这是那种解说不会打的团 LNG教你打 但现在对于 方普拉斯来说很稳 0711感觉要摸了 这个时间点 其实打龙的速度也很快 而且基本上是一个无伤 同样我们看到三个人 就卡在大龙buff上 无情铁手拉回来 先打一个Glumage 看一下盖龙 这边场 一分给到一个沉默 几个次远处 给个大招 不然练习再留人 虽然虚弱套上 但是伤害依旧是够的 杜朗护盾效果还可以 盲死一脚踢 也是先把对方踢开 家里奥也是硬撑倒地这个残局 LNG根本接不了 接到那波DoubleQ 阿震有精神 但是精神结束之后 等待他的是四个人的包夹 随后 食言交出闪现 但现在只剩他一个人 防守端的压力太大了 这基本上可以一波了 最后Smash的结也是完成了 一个三杀 伤害非常爆表 是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提前 恭喜FUN PLUS 在落后一小局的情况下 将比分搬到了1比1平 是的 恭喜FUN PLUS 食言真的是没办法 这一个人确实 防守端的压力太大了 但我们其实回顾整局 首先我们俩一开始都认为 这局FUN PLUS 依旧选择这样的一个阵容 是比较拼的一个选择 但这个小设计 我觉得不仅是我们俩 所有人眼前一亮 立马打开局面 这才是B这个位置呢 阿黎今天 是不是要把阿黎放出来了 我觉得现在狐狸有可能放 包括其实洛鲁跟洛都有可能放 洛鲁已经搬掉 就看洛有可能放出来 但是如果阿黎放了 其实我觉得也变相解放了狮子狗 因为狮子狗其实挺依赖 这个中单能为他做事这种英雄的 是 其实狮子狗他最好的配合 我觉得目前看下来 就是加里奥跟阿黎了 打一个入侵 所以他们配合度也高 看一下最后一首 好艰难啊 还是搬了 搬阿黎了 还是搬了 阿黎说我从未受到这样的尊重 那看一下一首的一个强 有没有可能还是先拿诺手 法刀 哦 加里奥 加里奥 那我觉得LNG 九桶要不要考虑一下 嗯 九桶 诺手 瑞文都在外面 我觉得这三个英雄 是我们目前整体看下来 LPL赛道比较值得先去拿的几个英雄 是 一方面是基于他们的一个摇摆属性 而另一方面确实很万金油 嗯 识别到所有阵容 诺手先拿了下来 诺手九桶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拿的 或者我觉得拼一点 诺手瑞文直接拿 我也就亮剑了 哦 就不跟你摇了 还是先拿九桶 看看你怎么说啊 看看你怎么说 还是选择稳了一首 拿这种比较偏摇摆的英雄 来迷惑对手 那我觉得这第二首 看一下打野啊 AD啊 都可以选择去上了 是 包括其实今天 炸弹人会不会继续出啊 因为FUNPLUS目前前两把 都是拿到炸弹人 而且效果也还可以 虽然说第一把输掉 但我们确实看到 炸弹人伤害打得很粗 嗯 来了 选择是拿下了炸弹人 这个炸弹人如果说 继续给到下路的话 怎么还是感觉 换汤不换药呢 还是很有可能 他选的这个 哦 又来了剑机 感觉这个拿下加里奥 只是代替被搬掉的布隆 是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 加里奥加炸弹人 他们下路对线会更优势 后果就真的换起线来啊 也会就是更好推线吧 因为清线速度确实快 是 怎么说 卡沙吗 你叫卡沙拿吧 卡沙拿了 哦 飞机 飞机 这补一手后期的大河了 嗯 而且前期看一下飞机 它走哪一路了 但是对于SERIA来说 它飞机走中几乎没用过 应该还是给到AD位置 现在包括下一手出去 基本上能确定 酒桶的一个分位了 盲僧 这酒桶继续摇呗 是 之前LNG是打过飞机加落的 不过这一手他已经拿过一个酒桶了 酒桶也可以走中啊 对 也能拿 但拿落的话 其实对于LNG就跟上把有点像了 就还是整个核心出处点会放在飞机身上 中路拿到了角跃 哦 奥拉夫 其实现在我说实话 这个剑机跟奥拉夫 谁上谁也还真不好说 也很有可能是让剑机去打上 然后0711操刀这个奥拉夫 对 先看一下LNG最后一手的一个补强吧 其实适配到整套阵容 我会觉得酒桶打斧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然后剑机 是飞机去打下路射手 中单再补一个 这个时候 但是阿卡丽已经被搬了 中路现在选择不多 给到了纳美 那酒桶打中了呀 对 其实我刚才有想到要不要补发条 哦 发条 但现在发条出场率确实还挺低的 而且可能补发条也拖了 对 太拖了 之前我们这一次的比赛中间 发条其实就上过一次还告负了 那两边的中容确定之后 其实这一把我还是看好LNG的 哦 你还看好LNG 主要是我预测的是2比1嘛 哦 还能想得起来自己的预测啊 那我就只能支持FUNPLUS了是吗 没有 你也可以支持 不是 但是我觉得FUNPLUS这个阵容 看一下LNG两边选择上单 都不太好前期换线之后去抗压 很有可能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常规的对线 是 这把就比较偏正常的一个对线情况了 前期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开局 两边也是个镜像刷野 奥拉夫这里是过来帮一下 还是凶的 稍微压一下血量 其实可以跟大家再去讲一下 我们这个上单帮战中线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上单其实帮战一下中线 他再回到线上是不亏冰的 是的 同时能帮中路拿到线权 去点这个果子 来看一下对方那个打野动向 而且一般来说 中路蹭到一点点经济之后 回到线上会比对面 稍微更快一点点的升2 是 哎呦 这里小马直接开局 就被逼回家了一趟 毕竟对方是纳美飞机啊 就现在我觉得这两个下路 其实五五开吧 没有说谁特别压制谁 是 但是LNJJ打得更凶一点 就随着等级的提升 其实炸弹人小技能一多 加里奥刚锋的伤害一起来 推陷速度也很快 哎呦 林乔乔 这个世界卡得好呀 两边打野都在 看一下吧 里先找到阿震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觉得不太容易打出 可能要打出几啥了 还好 还好 直接选择回去了 只要他那个听音波一挂上 我就觉得不好说了 就要来了 是吧 但前期的伤害没有这么大 前期还是非常的平稳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有没有可能双核蟹啊 盲森已经去上路打这个 上路核蟹已经有归属了 是 其实就是刚才那波战中 也就是为了去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核蟹的分配情况 Smash这里很危险 血量很低 胶瓶张捏得很死 但是闪现怪0711直接逼闪 留人没留住 嗯 阿记能没有减速到 那这是可以双核蟹了 双核蟹了 主要是你下路也有推前优势 我这帮过来先战视野 先打核蟹 嗯 那对于0711来说 不是特别的舒服 虽然上路他也插了一个眼 就对于打野而言 其实丢双核蟹 最致命的是经济 以及经验 经验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影响 没错 就是接下来 盲森会先到我 先做事情 擦一下出血路 但是这个地方血量很长啊 闪现胶了 没刮到 很可惜 随后奥拉夫 胶闪一个三技能 拿下了一血 哦 那其实可能上路两边 一开始都很想要打出 一个线上的优势 但从英雄的属性上来说 确实也如蛋糕所说 其实诺手打这个 奥拉夫是有一点劣势的 是 主要诺手其实也很细了 他把那个光盾 几乎是捏到了一个 黑血的情况在消 对 然后想闪现 就预判一下你的走位嘛 刮一刮一圈刮 可惜了 哎 这里先看 就让大家站回来 不过先看一下 上一波的一个replay吧 就两边正常的对拼 无尽贴手拉回来之后 奥拉夫就贴着你的连打 这个时候他就剩一层了 已经刷出来了 但是血量已经不够了 我们通过左下角的 几十画面看到 刚才应该是没有造成击杀 九筒大招应该是把 这个smash炸了一下 但是这一边是把绝境制裁 奥拉夫绝境制裁出了之后 也是挺想针对 两边都针对 两边都跟你搞重伤 而且现在就剑击已经率先落位了 就接下来两边打野都在 就是如果这个食言 所谓稍有失误的话 就可能会再一次阵亡 是 两边都很急于前期打开优势 这两边的打野 其实都是需要前期打出顺风来的 就是盲森这个英雄 其实他跟端游有一点很像 他就是偏节奏型 偏干个 就是他的曲线度 往后期会比较低 但他区别于端游 他的优势在于 我的二技能是 三百六度无死角位 是 我后期进场 我开团的一个条件 可能会好一点 没错 其实这也变相来说 更加丝滑了 来看一下 本场的小龙是土龙 以及先锋 还有五秒的时间刷新 其实土龙这把 对于方不拉斯而言 优先级蛮高的 对 其实我觉得他们取舍挺难的 但他们毕竟有一个剑击 但是看剑击 现在的位置 很有可能这一把 要考虑直接动这个土龙了 对 一方面 土龙就是对面有九筒 有飞机 我针对你的双poke 我拿一个护盾 其次就是我目前的阵容 是不怕跟你拖后期的 对 我拖得起 先进这里 应该先是把下路的一个 河蟹再次给打掉 两边这个打野的动向 其实都是非常明确了 直接摸了这里 主要是河蟹 那个先锋呢 有一个蓝色帮的视野 是看到了王僧 先动这个先锋了 我也直接动土龙 很和平的一个部署 但是弱手这个位置 只是看看啊 只是看看 这个确实不太敢上 就看看 就看看 上路想约 这里红色帮带拼信号了 吉克斯跟加利奥再往上面去赶 但这个时间点有点来不及 法斗先露头了 开大招 原地加利奥给大吉克斯 大招也落下来 反手龙涛之销效果还可以 这里飞机是有带有一个 这要包的效果的 加利奥被套离一个虚弱 加利奥可能要先倒了 面对四个人 伤害是顶不住的 而且先锋这个位置 是直接选择放了 撞了一半的血量 但其实这个先锋 我觉得收益 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吧 就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选择 主要刚才的这个兵线 没有进来 是 我觉得LNG 其实他们想的是 我第一时间打一个人数差 我顺便拿你一个E塔 但FUNPLUS这里很警觉 我上路有人被包了 之后下路还差一点 马上可以告破 能打掉 54滴血 30滴血 用人扛一下打了 其实那个塔 基本上就上去扛一下 对对对 基本上没有 那这个医学塔给到剑技 对他来说还是很舒服的 前期我们看到 比较关键的资源 FUNPLUS都是掌控下的 但是对于LNG而言 他们咬得很死 经济反而是一个领先的 对 但现在这个局面来说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从推塔来看的话 FUNPLUS小优势一点点 看一下这波的replay吧 先是炮起来了 而且一个残血 其实没有什么操作空间的 对 但是 但是刚才这一边 其实打完了之后 限杀拿到了奥拉夫 但是因为兵线一直没有能够过去 上路这个塔一直没有座位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对于两边而言 打法思路很明确了 就是看接下来这个时间点 两边可能是一个比较 偏发育的一个时间点 怎么去做一个运营 而且我们看一下 现在飞机这个出装思路 就基本上不变 西兰刀 利亚魔刃转无尽 但确实 利亚魔刃跟西兰刀 是有一个削弱在的 是的 主要是贵了 贵了一些 100跟150嘛 但是前期这样的话 飞机还是成型更快 上路镜头一转 月神降临拉的效果还可以 无心手拉完两个 看一下一个思绝的食言 想换 但感觉换不掉 是 这个地方下路同时也在做事 两边是一个镜像的进攻 是的 同样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方帕斯也很难受 但是对于奥拉夫阿研究 如果这个时间点再往后拖 他进场的条件会比较苛刻 这里对中路是有一点点想法的 但有炸弹人在 炸弹人算了算了 是你啊 那没事了 炸弹人这个英雄 他在我们水游当中 就是首塔目前优先级最高的英雄 后期推塔也比较舒服 他那个定向爆破 对于他伤害还是很大的 有一个斩杀效果 第二条小龙火龙 这条龙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是的 奥拉夫在这个时间点 是补出了正义荣耀 角月依旧是选择做时光杖 因为下路两边的一塔都掉了 其实这个火龙 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 不过现在LNG整体的视野布控会好很多 FUNPLUS如果想要去动这个火龙的话 LNG这里是比较警觉的 一方面是视野 而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 FUNPLUS两个时光杖 其实这个时间点打起来伤害不够 对 而且飞机有炸弹包 先把这个炸弹包时间拖过去吧 对于LNG就是利用这个炸弹包 看一下能推一下上路的外塔 同时完成一个月塔的一个击杀 不想要放过这个炸弹包的属性 这里塔已经很脆了 两边都在做事 还有极格斯中路直接给大看一下 时间的血量很低了 有果子强行回扎血线 但是零敲腰想上去骗点技能 但对方我就是不讲 我知道你扛的难受 阿镇这个位置赶完之后 队友就在身后 怒涛知晓直接推三个 BBO招再接上控制 LNG先推到真命伤 但是自己还是先倒了 而后续奥拉松进场被套了一个虚弱 这个虚弱限制非常大 侧面战场smash闪现上去跟闪 大招没拉到 一技能命中 但是阿镇的血量太低了 还可以再追 太极限了 差一点点 但这个时候回身 想要去对这个火龙做事的话 两边的技能全都不全 都交掉了 是 主要现在打野都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赶往这边战场 是的 先打一些poke吧 消耗一下对方的血线 但整体其实看下来 poke的话LNG会舒服一点 有飞机有酒桶 而且其实这把飞机是一个 我觉得是接下来 方普拉斯要去着重注意的一个点 2-0-1的一个数据 低波之劳 控制到加里奥 后续九桶三级能跟上后续 这个地狱火炮打了四个人 对 伤害非常高 而参面战场时间的位置有些落单了 无双挑战已经要拉出 是先挂给了弱手 但是相反是零交腰 定权是没有选择进场的 加里奥提供一个保护 弱手先倒了还能再追吗 这个爱口交闪线 上去三技能上前打一套 但是smash这个时间点 由于他出的是一个时光杖 伤害有点低 那这里回身之后 选择直接动这一条火龙 杰格斯去中路首线 但这个地方知道 你是只有三个人的 不好强动 主要现在芒僧不在正面战场 其实见机有逞的情况下 我们从这个召喚是技能看到 没有逞 但是依旧能拿下来 剑机差一丝丝 现在才好 想留人 这里还想反打 杜朗护盾 想逼一下走位 那这样对方普拉斯来说 前期是两个非常关键的龙 全都握在了手里的 对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 虽然说两边的 经济人头没有拉开 但这两条小龙的优势 再往后拖 就会成为一个伏笔 没错 而且刚才虽然说 现在方普拉斯双C 都是时光杖起步 但这种成长型的 装备到了后期 完全是很可观的 是的 时光杖 它这个被动一旦跌出来 它的收益是不比帽子低的 更何况帽子 人家现在已经出来了 就是领先一个帽子 伤害就会很高吗 是中单对线 是的 而且驾站人这边 也是直接把宝珠给做了出来 因为宝珠 现在 就其实首先 我觉得对于LNG而言 重点是赶紧把这个 中路的外塔推掉 因为其实这个外塔 在我们水游当中 它提供的不单单是一个保护能力 更重要的是视野 是的 而且现在飞机已经被摇到了中路来了 两边其实 Poke英雄都已经来到了中路 都是严防死守 是 那另一方面对于方普拉斯而言 就是也是一样 推下LNG的中塔 对 这破三路外塔 视野上非常占优势的 是 这一局对位的发育 基本上也是平分秋色的 但是飞机 这一个点非常舒服 对 就是现在看起来 这两边是一个5开的局面 来了 Cery啊 先交闪现 但是这里这卡到位置 这种大招炸回来 感觉地形要被换掉 看一下 哎呦 这个听过没有 命中要可惜 闪现上去大招 但杀也就差了一点点 来看三局 就是我们能看到 三把打下来 0711这名选手 他对于剑机的熟练度 非常高 而且刚才上路 打了一个牵制之后呢 炸弹人也是 很快地推掉了这个中塔 我就不过来帮忙了 我在中塔推掉之后 其实现在FUNPLUS 是掌握到一些节奏了 是的 这个也是极客私持 他手长的一个优势吧 对面也有点着急 赶紧过来清线 这一波打完 其实现在FUNPLUS 可以稳下来了 因为已经是拿到了 自己想要的局面 看一下上一部的replay 其实提起时间 它的操作也很细节了 就是卡在最后一秒 等队友过来的时候 把林奇妖妖炸过来 就这个天音波 没有命中的点可惜 嗯 过去纳美 以及十一眼赶过来后 就跟上控制 但是小安这 你看格林机枪 其实距离是差一点的 嗯 就是现在飞机 还没有到达一个 它最爆炸的输出时间 对 就是它等无尽补出来之后 它的伤害就会有一个质变了 是的 包括它到后期 这个射程也有一定的成长性 是 飞机这个英雄 也基本上是在我们手当中 就后期能力 最为恐怖的英雄之一了 哇 定住 哎呦 这里是刚好 Counter一下它的三技能 来看残疾处理上 一脚踢踢的效果还可以 队友就在身边 后续阿顿血量很低 这门战场 极克斯先给大 但是飞机有这样 包的一个效果 开启个林机枪上前 而且能再拉开 同时法斗被并中了 一个天音波 法斗这边追阿顿 反而自己是交代了 是 这个也是很多 我觉得奥拉夫 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吧 我冲进去之后 我开弓没有回头剑 我就只能往进冲 而且诸神黄昏开启之后 它其实不能够 享受二技能那个回血的 但其实这个时间差 是给角跃一波 单带的时间点 让它补一下哈域 但是这个位置 感觉要被留住了 Smash有金身 但是金身结束之后 闪现躲掉 必拨之劳 月神降临拉三个 这个效果非常好 但是队友的位置太远了 有点可惜 自己 但是带的这个位置 是足够深了 就对于他个人而言 能接受吧 对对对 个人而言可以 就队友也感觉 没有特别想管 所以你牺牲一下吧兄弟 但对于整体而言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 23秒的复活时间 风龙以及大龙 都在场的情况下 LNG是能够先占下一方的 一个主动权的 是的 就看怎么选择 是打风龙 还是去逼大龙 大龙现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有一点点来不及了 全员R-In 也基本要打个15秒左右吧 没错 另外一方面就是 刚才看到LNG 在小龙处是没有视野的 这比较难受 这个时间内 打龙的速度很快了 来看一下吧 现在正面脚跃不在 我觉得方普拉斯 不要着急 是 但是零七央央 这边捏着惩戒的 所以不敢马上去打 进场 抢到了 而且二技能定到 一个芒僧 现在只要撤就行了 逼出了Ciria的一个精神 来看后续 十一言 开启一个实验鬼师板甲 还在找机会 侧面零七央进场之后 精神偏下劲的 无双挑战挂上 同时闪线再拉开 法刀顶在最前面 但是这个爱口 已经不好追了 是 其实刚才零七央 再一度上前 精神的时候 我是有点担心的 对 那一波其实可以走了 那一波其实可以走了 主要他觉得 后面脚跃也来了 主要那时间点 其实下去拼程 有点早了 嗯 十四分钟 方普拉斯 手握三条小龙 这个是他们将游戏 拖到后期 最大的砝码 是 哎呀 不得不说 零七央剑机 这个抢龙是真的 有故事的 有说法的 不仅一次上演了 是的 这个打野选手吧 他对于龙的一个控制率 其实不单单是我们 本次LPL的赛道 嗯 在之前 包括一些平台赛 他的抢龙 就真的 经常上演 对对 感觉很常见 家常便饭 但是说到LNG这边 我始终觉得飞机 小安的飞机 是最后的一个伏笔 没错 你看他现在是全场 最高的经济 是 零跑 哇 而且三件大装备 也已经做出来了 但好在 就脚跃差的也不多 嗯 说实话 两边都有一个核 是 而且其实现在 他虽然有精神在 但是这几个 冲阵英雄 你像奥拉夫 剑机脚跃 其实给到他的压力蛮大的 嗯 这把飞机的生存空间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 是 这个位置脚跃 有一点深入了 这里要被抓 拉到所有人 后续家僚落下来 而且侧面战场 先找这个镜 自己被套了一个虚物 时间赶到这边场之后 路超之效 效果还可以 来看怎么做收割吧 杉杉来之的小马 以及奥拉夫 全是残血 能收割吗 几个丝先拿到一波 大部分 阿震的血量也很低 实验交出闪现 闪现上去跟闪 这里走不掉了 同时侧面的盲僧 也被加利要收下 感觉现在这个掉点 有机会一波 只剩下一个残血的纳美 三十几秒的时间 这个高地 感觉有说法了呀 而且有几个丝在 对 中路还在带中塔的一个线 看一下吧 单凭纳美 防守端的压力太大了 B波之劳给到控制 这一波没问题了 要一波了 要一波了 那也是恭喜 Bone Plus 最终以2比1 拿下了这一局 其实这把两边打得都很稳 是 就真的有点像 最后一波团战定上